我那時候費了很多的力氣 請到了郭寶明大哥 然後他答應演的時候 我就非常的 非常的高興 那後來因為劇情的改變 沒有辦法剪進去的時候 我也就親自跟他道歉 我覺得很遺憾 博報演員顧寶明 19號銀行費衰竭逝世 蔡康永今天出席活動 遺憾自己知道的遲遲的愛 好不容易請來寶哥出演 片段卻沒放進電影 很可惜那一次沒有把他 精采的表演讓大家看得見 我那時候費了很多的力氣 請到了郭寶明大哥 然後他答應演的時候 我就非常的 非常的高興 那後來因為劇情的改變 沒有辦法剪進去的時候 我也就親自跟他道歉 我覺得很遺憾 郭寶明大哥那個片段 還有機會會續續嗎 我覺得所有的這些片段 我們都應該交給 像影視聽中心這樣子的單位 就算電影裡面沒有用到 我們也讓他有機會被保存下來 被問到大S閃婚 康永哥表示 當天是被嚇死的 差點還砸了自己 情商大師的招牌 我很記得我當天是真的醒過來 然後就跟自己講說 鎮定 就是你是寫情商書的人 你稍微控制一下 然後我就鎮定下來 然後就 確認了是真的 然後就表達了出來 這是我停教康熙之後 我第一次這麼想再把康熙開起來 我好想問他們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個事情沒有人好好訪 實在太可惜了 這個視訊對我來講 真的很震撼 也很刺激 它燃起了我們好多人 心中的那一把熄滅的火 就是 人生可以認清的時候 要把握機會 為了爭取自己的幸福 一切的勇氣跟熱情 都會得到回報 所以看我哥有被攔起什麼樣的火 要做什麼趕快做 不要再拖了 所以他們之後如果邀請你 就再當什麼 類似婚禮主持日 有沒有機會 不要用用這個字 一切能夠為新人 帶來祝福的方法 我都會願意敬禮而為 我有在我的朋友圈裡面 找通韓語的人 因為我上一次有一次是請志玲 新婚夫婦吃飯 那一次我沒有準備日語翻譯 後來 林志玲本人就很忙 就是 他又要顧著跟大家聊天 又要一直當翻譯 我會加油 我會加油 給氣球吃光 眼看啊 眼看啊 慢慢慢慢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何浩誠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博藝 哈囉大家好 我是柏蘇瑤 哈囉大家好 我是依依潔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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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覺得 庶女座跟水瓶座 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我來聽 看什麼看 快聽啊 快 哈哈